其實已經破百了 破百萬 對 那在治療的過程中 其實我一直都在擔心 這些錢怎麼來 就想說儘快治療 希望它可以好 因為我真的很想活下去 真的很想活下去 這是所有離癌患者 特別是晚期患者的共同心聲 反而在2021年診斷出乳癌第二期 還是最難纏的三一性乳癌 當時他的腦海只有一個想法 救命前要從哪來 一開始就是打了化療跟免疫療法 然後他就跟我說免疫療法必須要自費 上個禮拜打一次 每一次就要十幾萬 這個就是已經在家標靶的 就變成13萬多這樣子 拿出醫藥費賬單 洋洋灑灑一筆接一筆 除了化療享有健保給付 其他治療幾乎都得自掏腰包 每次金額十萬元起跳 而且每三週就得自費一次 我記得我好像都拿12萬去 好像才打到第三還第四次的時候 就發現我的癌細胞就是有打會消 但沒打他又非常快的速度在漲大 所以其實效果沒有很好 所以這時候又加了標靶進來 所以加了標靶以後又要加錢了 癌症最花錢的就是標靶藥物和免疫療法 反而共歷經八次自費治療 花了超過八十萬元 萬萬沒想到還得再拿出三十萬 手術切除重建 開刀完以後因為左側有拿淋巴 所以不太能負重也怕水重 所以目前都是用右手來做事負重比較多 就變成左手比較沒有力氣 租屋處裡頭滿滿都是婉兒和先生的出友回憶 兩人結婚多年每個月收入大約七萬元 原本規劃要一起買房 但為了續命他們半年下來 已經砸下至少百萬 用的就是每個月省吃減用 好不容易存到的頭期款 他其實把我們當初設定想要買房子的費用 去挪用來用 那我後來問他錢從哪裡來 他說我們房子先不用講了 先以你的狀況為最主要的 如果你沒了 就算有房子也是沒有用的 除了癌細胞的威脅 讓婉兒壓力最大的 無非就是沉重醫療負擔 但只要能多活一天 這救命前花還是不花 那時候就覺得只要他健康 就算又付出這麼多的 不管是金錢或是時間來講 如果說能夠往好的方向去走 那我覺得這一切都值得 開完到不到半年我就復發了 他跟我說要吃一年 那我想一個月要3萬8、3萬9 一年就將近48萬 我哪裡來的48萬 第一次治療已經幾乎用掉 畢生積蓄 最怕的是這錢花了 還不一定有效 復發之後 婉兒為了要節省開銷 只能放棄藥價數十萬元的基因治療 選擇傳統化療 但嚴重副作用 讓他在42歲的壯年 就被迫離開職場 一直一直都是往不好的狀態裡面 其實你就會在想說 我們還要再花這麼多錢去做治療嗎 他就跟他說 你不要再跟他講錢了 你再跟他講錢下去 他說這一個人最後不會是被病打垮了 他是會被他的經濟給壓垮 面對看不見鏡頭的龐大之初 婉兒坦言他不是沒有過放棄念頭 壓垮這些癌症患者了 有時不見得是癌細胞 而是為了要活下去 一張又一張的高額賬單 這也是國內許多癌症病患 共同困境 藥費像標靶治療 從最便宜的可能三五萬 新藥的話通常就十幾二十萬 甚至三四萬四十萬都有 那絕大部分的病人都付不起 隨著這個科學 或者是醫學的進展 有太多新的藥物 那針對尤其像癌病這樣重大的傷病 它所帶來的衝擊實在太大太大 根據癌症希望基金會調查 癌症患者為了續命 自費超過百萬元的就有兩成 自費超過五十萬元的更有三成以上 但主機總處統計 一般家庭儲蓄 每戶大約只有27.5萬元 即使是收入穩定的中產家庭 一旦離癌 恐怕也很難一口氣拿出這麼多救命錢 醫療的這個公平性 或者是說醫療會不會慢慢的變成 有一種階級化的隱憂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經濟條件 你的財力比較好的話 那你就有比較多的機會跟能力 去做更好更多的治療選擇 國內接受癌症治療的有70多萬人 但在醫療面前 人人平等這句話似乎並不適用 被視為救命利器的標靶藥物 或新興免疫治療 醫療程下來往往要價百萬元 即使醫療科技再先進再有效 也得看你的口袋夠不夠深 以肺癌為例 如果開始的時候沒有辦法使用它 配合它的這個標靶藥物的話 也許半年一年它就走掉了 那可能使用到的話 可能可以增加一年兩年三年都有可能 但沒有辦法替代 替代就是化學治療 它的效果是有限的 如果我們就不給他們治療 就是因為沒有費用 那的確是相當可惜 醫師想救卻救不了的遺憾 健保署不是沒看見 雖然目前已經有部分標靶藥物 納入健保給付 健保經費也有六分之一用在癌症治療 但其實還是有許多新藥 遲遲無法納保 就算納保了 給付條件也很嚴苛 罹患癌症的輕膨懷有說實在也不少 所以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健保這一塊是不是可以 可以cover更多的一些自費的項目 常常困難的 是在做臨床上的最後的決策 到底這個藥有效嗎 它的成本效益值得嗎 會跟業者去談多元的支付方案 我們有不同的這個風險分攤模式 那麼從價格上 從付費的方式上面 來跟業者這個談判 讓有限的資源提供給最多的人來使用 隨著人口老化和少子化 繳保費的人越來越少 而疑癌患者恐怕還會不斷增加 像這樣的醫療階級落差 隨時可能發生在你我身上 畢竟誰都不會知道 到底是明天先來還是意外先來